新疆的棉花开了 天山南北万里棉海进入集中采摘期 采棉机在田野穿梭 一派分收景象 最美的笑容绽放在新疆棉农的脸上 我家种了2000多亩地 每亩单产平均450公斤以上 大概利润每亩在1000块钱以上 在新疆南部产棉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一处棉田里 棉农刘桂源介绍 北斗卫星导航 无人驾驶农机播种 无人机防病喷药 机械化采摘等智慧农业新技术的应用 为一年的棉花生产省了不少力 面朝黄土的种植模式一去不复返 我们全部都采用机械化 节省了很多的人力和时间 预计产量今年是300多吨 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和市场价格来看的话 今年的收入还是不错 丰收在望 阿克苏享有中国长荣棉芝香的美誉 据了解 今年该地区种植棉花750万亩 得益于农田精细化管理和机械化采摘 积采率超过85% 棉花产量和品质均好于网盐 巴音郭冷蒙古自治州也是新疆南部棉花主产区和重要的优质商品棉基地 在该州玉璃县一处棉田里 先进的打包式采棉机正在作业 以往采摘同面积需要6000多人70多天完成的采摘任务 现如今7台采棉机一个月时间就能全部采收完毕 今年我们首次引进了落地棉检视机 通过落地棉检视机二次检视 例证是我们棉花的采经率达到98%以上 据了解 2021年新疆棉花种植面积达3718万亩 总产达520多万吨 统一品种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的模式 使新疆棉产量与品质不断提升 棉花采收工作预计11月初全部完成